未来买酒可能也要变贵了 因为不止香烟要课征健康捐 未来购买酒类可能也会按照酒精浓度 额外来课征酒品健康捐 这是国民健康局要严拟酒品危害防治法 未来像是一罐啤酒来做例子好了 可能就要征收3.4元的健康捐 喝酒过都容易伤害身体 国民健康局严拟了酒品危害防治法 未来考虑要依照酒精浓度 按比例额外课征酒品健康捐 以一瓶330cc的啤酒为例 就要课征3.4块钱 浓度40%的烈酒像是高粱 威士忌的话就要课征28块钱 料理米酒600cc也要课征2.2块钱的健康捐 同样浓度的这个酒 不管它是红酒还是啤酒还是烈酒的话 即使是很少量 它已经对于肝脏 或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致癌的那种可能 所课征到的酒品健康捐将用在酒饮借除 以及健保相关的补助上 不过听到这个消息不但酒商反弹 民众也担心酒类会因此涨价 最好不要再涨了啦 因为已经太贵了啦 特别是料理用的米酒 好不容易才完成修法降税 现在如果又要课征健康税 对民生消费恐怕会有影响 国舰局表示将会考虑 是否将料理米酒排除在外 血迹